宇宙的最低温度为何是-273.15摄氏度 整个宇宙又为何永远不可能达到或低于这个温度呢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宇宙最低温度 如果告诉你水的结冰温度是273.15度 相信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在胡说八道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说法似乎更讲道理 因为这里所说的温度标准和我们日常所用的摄氏度有所不同 而是采用的KR文温标 简直,开始温标,用K来表示单位 又被称为绝对温标 因为这一温度标准中的零度其实是摄氏温度标准中的-273.15度 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对零度 既然如今宇宙中万世万物可能存在的温度都在这一绝对零度之上 那么这个绝对零度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呢 又是如何知晓不会存在比之更低的温度呢 我们都知道摄氏温度的确定方法是以水结冰时的温度为零摄氏度 以水沸腾气化的温度为100摄氏度 然后将中间的差额分成100分就形成了100摄氏度的区间 当初现比零摄氏度更低的温度是就用附属来表示 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零下多少度 那么既然摄氏温度有零下 凭什么开氏温度就没有零下 这是因为开氏温度相比摄氏温度的每一度标准并没有区别 二者之间的换算也仅需要在摄氏温度的基础上 加273.15就可以得到开氏温度 虽然按理说这个开氏温度的测量标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反正都可以换算 但其实恰恰是因为这个273.15度差额的得出过程 才真正揭示了宇宙中最低温度不可能低于负273.15摄氏度的真相 我们再说摄氏温度确定标准的时候 是隐去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一定是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之下 而开氏温标的诞生也同样与大气压相关 最早于1787年 一名法国的物理学家雅克查理在实验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 就是压强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温度每升高一度 体积就增加于273分之一 反之每降低一度 气体的体积就减小273分之一 而这个与绝对零度数值极其相似的数字 很明显的说明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可这联系是什么呢 气体温度升高降低会影响气体体积 究竟和绝对零度有什么密切关联 这个与周周不可能达到的温度又究竟有何价值 热胀冷缩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物理知识 特别是对于气体之一现象更为明显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和绝对零度之间的关系 在雅克查理也发现 气体温度升高降低和气体体积之间 存在增加或减少273分之一的规律之后 1802年 英国的物理学家盖吕萨克参考子规律提出了差率低率 并进一步影响了后来与1848年提出的开始温标 那么这一规律究竟是如何得出最低的绝对零度呢 首先在进入19世纪中叶前后 随着测量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使得该规律下测量出的气体膨胀 或压缩的体积系数为273.15 也就是说气体每下降一摄氏度 体积就会减少273.15分之一 如果假设在零摄氏度时 有一团一立方米的气体 当这些气体不断下降到负273.15度时 不断压缩减少的气体体积将会为零 而我们知道无论怎么压缩 气体的极限体积哪怕再小也不可能为零 因此得出的绝对零度将只会是一个理论值 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一温度 不过却可以无限接近于这一低温 那么将温度无限接近于绝对零度 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的科学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 温度的本质是物体内部粒子热运动的激烈程度 就是绝对零度时 物体内部的粒子运动也为零 所有粒子完全不动 而在不断接近这一绝对零度的条件下 就出现了非常特别的金属超导现象 也就是导电金属这时的电阻会变为零 这样的超导体不仅可以使得 电力传输的损耗降到最低 而且可以在导体周围产生超强的磁场环境 这对于利用超导进行发电 输电 储电 以及发展超导磁巡浮 核子共振等各类技术都具有极大意义 但是这样的低温很难在现实中取得应用成功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研究机构在研究常温超导 但不管怎么说 绝对零度的发现 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了宇宙低温的极限 才进一步的发现了超导可以实现的可能